它不只這個味道很厲害 那它黃澄澄的外觀 黃澄澄嗎 就是什麼 錢啊 當期的造財貓 它有非常非常多顏色 如果你問我必須要選哪個的話呢 我會跟你說 我買 第一個 香氛類 第一個呢就是香氛類 很多精品品牌都會推出擴香 那這邊呢要介紹一款呢 就是來自於 SHABONE的限量明金荷歡香氛系列 它不只這個味道很厲害 那它黃澄澄的外觀 其實放在桌上呢 會讓人家覺得 欸心情好 此外 黃澄澄嗎 就是什麼 錢啊 黃金的感覺 沒錯 接下來第二個 好 招財類 這個我最厲害 金金母馬 那是水晶必須要的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 DONKEY的招財貓 它有非常非常多顏色 招財呢是一個統稱 它有分成黃色代表的 財富繁榮 粉紅色呢就是祈求戀愛 藍色呢則代表智慧 事業有成 白色就象徵著和平 第三項是什麼呢 顏布保濕 這我就比較不懂了 顏布保濕類 辦公室其實冷氣就開很強 吹久了對女生的皮膚 就是不是很好 會有細紋啊 或者是很乾燥之類的 你就會呈現一個 好像氣色很差 今天要看到的這一款呢 就是來自Chanel 新推出的山茶花保濕亮眼噴霧精華飲 在噴的當下 你可以感受Chanel那個山茶花的香氣 然後你瞬間呢也被保濕到了 然後也有這個滿滿的精華 也讓你的皮膚維持好狀態 好的 接下來第三項 手部保養 有人說女生的年齡 看手就知道了 手就是女人的第二長領 Jo Malone 大家都知道這個品牌 對 它這次有推出一個全新的系列 它是兩支組的包裝 的護手霜 一支放辦公室一支放包包 身體很高 沒錯啊 小支組一定要的啊 把你分好了啦 沒錯 接下來第五項 文具類 其實我認識幾個老闆們 他們其實隨身都會攜帶一支鋼筆 然後就問他說 為什麼都要戴鋼筆的身上 他說 我爸爸 或者是爺爺傳承下來的東西 而且一支筆可以用了很久 也可以展現你自己的品味 而且呢 鋼筆可以拿來簽一些重要文件 對 一張紙這樣一簽下去就是幾百萬在上下 你有簽過嗎 沒有啊 看要簽啊 還沒是不是 沒有啊 想簽嗎 想簽啊 那我先推薦你一款 被譽為書寫工具的最高峰萬寶龍 他們這款新的系列 大文豪系列 要向格林兄弟來致敬 1812年的限量鋼筒筆 相信呢 也會是一個傳家之寶 非常好的選擇 那今天呢 為各位介紹了非常多職場相關的單品 都非常實用 各個都非常的時尚 這樣那如果你問我 必須要選哪個的話呢 我會跟你說 都買 就是這麼彈心 沒有錯 對 淺淺沒有不見啊 他就是變成你最喜歡的樣子 然後呢 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氣勢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